一首好的诗歌 宛如一篇好的信息 能与灵魂对话 感动激励人心 齐来颂扬 芳华的口袋诗歌 2014年 我曾经在大陆探访弟兄姐妹 就这个机会 我访问他们最喜欢的一首诗歌 我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非常喜欢生命和灵良堂中的一首诗歌 歌名叫做 《你的爱不离不弃》 我想是因为这首诗歌 和他们当时的处境 十分的贴近 在患难和困苦中 这首诗歌带给他们 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没有一个悠患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去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风险的一首诗歌 满有风险的慈爱 是我的腹被满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离 时刻将我环柔 你必永远纪念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离宁愿 是我灵舍封身的恩典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去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风险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命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猎命如江河永流 在我的人面前 百舍也行 是我的腹被满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柔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离宁愿 是我灵舍封身的恩典 你曾经渴望过 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 人世间的海枯石烂 都是会过去的 但我们的神 他却是一位守约 私慈爱的神 没有一个忧患 他不愿意担当 没有一个重担 他不愿意背负 他的爱总是不离 对不起 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你你爱总是不离不弃 你你爱总是不离不弃 你爱总是不离不弃 你平如江和涌标 在佛的日元面前 在佛的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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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奉神的恩典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奉神的恩典 与我所立的约